嗨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件我很喜歡的外套 它是本週的最貴的外套 但我覺得很值得耶 因為這種外套就是很簡單對不對 而且它又是N2B的版型 我覺得很好看很成熟 然後很有特色 它什麼樣的特色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它後面的毛好特別喔 它後面的毛呢 是那種就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 有沒有看到 但也是爆炸後的 對 它是爆炸後 它戴起來不是很炸的 它就是厲害的是這樣子 它還可以這樣翻開來 從後面看很酷耶 這樣子的感覺 超漂亮有沒有 它是用拼接的方式 然後把它押起來 然後是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效果 因為其實像這種外套 它是大翻領的 這種其實很難很多人可以接受 但我們還是帶來日本拍的 因為怕說拿去店裡賣 又有人要問 我們穿了 因為這件不便宜喔 它貴貴的喔 它裡面的話是做鋪棉的 鋪棉的 對 然後是有一點厚度的鋪棉 然後它整個設計就是一個 N2B 那個N2B的外套 沒錯 對 等一下喔 扣起來 它這個扣起來很特別 你看 是這樣子的耶 它長這樣子 所以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它是用壓的 對 因為像這種 不是N2B的說說 像這種M1的外套 它就是比較成熟一點的感覺 就是 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我喜歡它做這種 有點 大大的這個 你看這邊設計 寬版一點 寬版的那個 就是設計的那個 扣環 就是扣子 然後這邊地方的話 邊條是做寬版的 然後它穿起來就很成熟 你們會看到很好看 然後它可能拉起來的話 會變成一個帽子 所以這個的話 我覺得它穿起來非常不錯 大家就是也可以購物 只是這個有點貴貴的 就是有預算的人在購物 你絕對會覺得很值得 因為它這個螺紋也是做得很好的 是 好不好 就這樣子囉 掰掰